字幕志祺 百万youtuber志祺七七 今年接受了整形手术 变身韩席花美男 引起网友们的热议 日前他现身整形医生 谢东宁的频道 公开了整形全过程 谢医师透露当初听到志祺七七说 自己的鼻子不够停时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对方颧骨顺脸行窄 且无关立体 这是帅哥脸星 因此后来鼻子没有垫高太多 他的大小眼透过拉提眼皮改善 颧骨处则用脸颊下方的肉填布 这七七七谈言手术后一开始真的很肿 拿下鼻背板时看起来就像是外国人 妈妈第一次见到整形后的他更直接崩溃 幸好父母属于开明派 了解到他还在消肿期后就接受了 谢医师也补充表示 冬鼻手术后第一个礼拜都要带着鼻背板 第二个礼拜才要消肿到可以见人 但要消肿到本人喜欢的程度 大约需要一到三个月 至于有上进需求者 是